我是不贊成打孩子、罵孩子的 打是很快的 一打他他就說不做了,很快的 可是真的嗎? 我叫陳美玲 我現在是61歲 我三個孩子都是在史丹夫大學念書的 我學了很多有關教育的問題 所以我就用很多我的方式去教孩子、帶孩子 要是比較的多的話,小朋友就是沒有信心 他的潛力他不敢給你看到 自我肯定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是低的小朋友 他們可能會去欺負人家、看不起人家 不可以用物質來掌握小朋友 玩具就是玩了兩三個禮拜 他們就不喜歡掉到一邊 都是永久的朋友 我記得有一個家長問我 她說小朋友不喜歡洗澡 那我想蔣麗湯是女孩子 我說你可以說好,你洗乾淨 你可以幫媽媽化妝 男孩子的女就跟她說 你坐好,你可以跟爸爸化妝 她一定喜歡的 我們那笑得不得了 就是這樣子 蔣麗湯好像是一件有趣的事 是家庭可以交流的事 有很多媽媽就是她們 教小孩子的時候 為她們訂每天一個期間表 做好功課才玩 不是的,做功課也是玩 玩的時候也是學習 就是什麼是學習,什麼是玩 我就是讓她們分不開 我剛好下雨的話 我們說什麼都不做了 早去玩 在那個公園的小水裡面 我們放葉子 看誰的葉 跑得最壞這樣子 然後我說,為什麼要下雨呢 都沒有想過 給她們很多興趣去找答案 她們看得到 感受得到的話 學得很快 也覺得學習不是辛苦的 提高分數的課外班 給你小孩子的想法 就是學習智慧的分數 那麼多年的補折什麼的費用 要是把它全起來 家庭一起去什麼地方看看 反而比較好 譬如說我的大孩子很喜歡魚的 差不多日本我可以去的 所以我們都去了 懂得選擇是非常重要 從小我就訓練她們 譬如說去買冰淇淋 她自己選擇 那去高中的時候 我的大兒子她說 要去美國留學 那我當然就是想她是去讀 No.1 或是No.2也好 可是她選的就是No.7 這個她選的學校 就是每一個新進來的學生 都拍一匹馬 她們每天就是要現照顧的馬 才去吃早飯 所以教她們很有責任感 而且她讀得很高興 功課也很好 那學校也教得很好 她是選擇的對的 另外你們教我們不安 也教我們怎麼去愛護人家 所以我說我很鼓勵她們去交女朋友的 可是我是教她們一定要責任 不必要小孩子 她們高中的時候都有女朋友的 看似她們很高興的 我是很早 我是九歲 九歲教她們有關性的教育 我是不贊成打孩子 罵孩子的 打是很快的 一打她她就說 不做了 不做了 很快的 可是真的嗎 她明白了嗎 跟她說清楚 這是最好的家孩子的方法 最長的一次的說話 是八個鐘頭 是跟我大孩子說的 她們現在說 這是最辛苦的 她說反而你打我比較好 我可以快一點走掉 做父母也盡量不要像孩子撒謊 就是說我明天帶你去公園替球 怎麼累了我也去的 要不然小孩子就覺得你是撒謊 要是小孩子她不相信人的話 她一生都是很孤獨的 我也是做公的媽媽 所以很多時間都見不到她們 我的大孩子她很喜歡魚的 她睡之前 譬如說有10分鐘15分鐘 我就跟她玩那個釣魚的遊戲 她現在還急的 就是說媽媽你是魚 我是漁夫 媽媽跟小孩子的時間 兩分鐘五分鐘 對小孩子來說是天堂 影響很大 她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說等一下 可是有一些時候我在煮菜 那樓又找來問我 媽媽媽媽媽媽媽 為什麼天是男的 我根本大不老 可是我就是把我換了 就說你問得正好 等一下我們去 一起去找一個答案 所以這次炒菜 我是絕對不會要她等一等 我時常說教育是 交給他們一點工具 去尋找夢想 要是他們失敗了 也不會去繼續造別的夢想 要是他們成功的話 也要先謙虛 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樣的教育是我的目標 這一次 我來聽 我來聽 我會的 我來吧 谢谢大家